好也是很誇張 但你來看到竟然有嫌犯呢 制毒在鬧區制毒 怎麼會這麼的囂張呢 這麼大膽呢 原來呢 他們為了怕車尾飄散 結果呢 就用這個黑色膠帶 還有錫箔紙 把這個門窗給封住 想說這樣應該萬無一失了吧 還呢 這個添購了臭豆腐業者 用的這種專業的抽風機 把這個車尾抽走 只不過呢 封在密還是有細縫 最後仍然被警方給抓到 警方一進入透天民宅 屋內放滿一堆的制毒工具集員 料連浴室也擺得滿滿滿 從地下室到二樓 滿滿的制毒工具集員 料連冰箱內都放著半成品 讓警方看了啥眼 先犯在台中市鬧區租下 透天民宅制毒 因為怕制毒的臭味飄散 還用膠帶及錫箔紙貼門窗 包的密不透風 在前後的窗戶的部分的話 全部都是以黑色膠帶 以及那個錫箔紙 全部把它包密 包覆起來 剪成人物是不是 對 無獨有偶 高雄警方也在一棟大樓內 查獲一個制毒工廠 當場搜到68.5公斤的 安非他命半成品 以及制毒工具 當場人章巨獲 誇張的是嫌犯更添購 臭豆腐業者使用的專業 抽風設備避免臭味外泄 這個賣臭豆腐所用的一些 先進的通風設備 另外他選擇 這個他住宅區是在13樓 他的制毒場所是在13樓 他選擇這個地勢比較高 警方調查發現 既然販毒集團都公然在 都會區內制毒 為了防止臭味外泄 有的用黑膠帶及錫箔紙 封住門窗 有的高價添購臭豆腐業者 使用的專業抽風設備 來避免警方查氣 撥蛋在密也有細縫 不管聞不聞得到臭味 通通都被警方查獲 移送法辦 九年新聞侯國文 陳顧米王約方 嘉義高雄報導